我們今天跟各位報告 總共有8例的境外移入的COVID-19的病例 分別刺阿曼、菲律賓、埃及跟越南入境 案992是本國籍的30多歲男性 他是今年2月1號到阿曼工作 3月5號返台 有搭機前3日內的檢驗新報告 入境時候沒有症狀 有病治管理旅館檢疫 個案在3月14號起 陸續出現嗅覺異常、喉嚨、癢及咳嗽症狀 在16號的時候發燒 所以為了安排就醫採檢 在今天確診 並沒有匡列接觸者 案993、994、995 都是菲律賓30多歲的移工 分別是一男二女 今年3月3號搭乘同班機 來臺工作 接持有搭機前3日內的檢驗新報告 入境後到集中檢疫所在檢疫 在3月16號檢疫期滿前採檢 今天確診 沒有匡列接觸者 再來是案996、997 都是本國籍的40多歲女性 在今年3月15號到埃及奔喪 996在3月10號到15號陸續出現咳嗽、喉嚨痛、眷帶、嘔吐、腹瀉、發燒、症狀 997在3月13號到16號陸續出現鼻塞、咳嗽、腹瀉、症狀 那都沒有在當地就醫 那兩人在3月16號反國 那皆持有搭機前3日的檢驗新報告 二人因主動聲明有症狀 那入境時在機場發燒篩檢站藍檢 那其中案996因症狀較嚴重 那次機場後送就醫採檢 案997症狀叫輕微在機場採檢後送集中檢疫所 兩人正在今天確診那他們的同班機的接觸者正在匡列中 再來是案998、999都是中國籍的30多歲男性船員 在2019年12月下旬從台灣出境 那擺台前曾在今年1月4號到2月3號在越南兩處港口停泊 2月8日入境台灣 那兩人入境後到防疫旅館檢疫至2月22日 2月26日至陰案954確診 那兩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並進行居家隔離及自主健康管理 那應預計返回中國 3月16日搭乘專車至醫院自費採檢 在今日確診 那兩人入境至今無症狀 那已掌握同車的接觸者6人 那其中4人是同行採檢船員 那檢驗結果是陰性已經出境 另外兩人是司機應有適當防護 所以列自主健康管理 有關去搏留回來的 所謂的加強自主健康管理 目前的確是可以上班 那不過就是必須要注意 就是要全程戴口罩 那不要跟這個公司的人 有共餐聚餐聚會 聚餐就是讓你有可能有暫時 脫下口罩這個機會 所以就是等於是說就是 還是要盡量的這個 把我跟其他同仁有所區隔 就是座位動線上 屬於百貨公司或是這個 那就看看他們有沒有辦法 做到剛剛說的這個部分 或是說可以有短暫的內勤 這樣的一個措施 不是說原本預期比這個少 而是說當你 因為我們目前就現在只有先AZ疫苗 讓所有的醫護人員 來提供他們施打的意願 那後續事實上還有這個 知道的有Moderna 那還有因為我們COVID這邊 除了AZ AZ有一部分還在聯繫之外 其實還有三四百萬劑 三百多萬劑都還未定是哪一種疫苗 那還有未來當然是六七月之後 是不是有國產疫苗 所以可以看說 事實上以這個醫護人員 他們有相當多的一個選擇 所以目前大概就是三分之一的一個 一個結果的部分 昨天有宣布的是 3月15號的一個調查 然後來有在做調查 但是因為有兩個縣市 他們有物質的一些數字 所以目前大概是剩下是30.5%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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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